前瞻基礎建設就是 跟田林說的要申請 高雄七 高雄七 為了前瞻基礎建設 那整個市政府總統園 叫做大清倉 就以前因為統籌分配稅款都不夠 所以那時候臨權 做行政議長的時候就說好 那就打破了統籌分配稅款的 這一個制度 該補的都補 所以它叫做前瞻基礎建設 就是說不夠的都要補 那時候高雄七請多少 那捷運都要掛在場 法官跟我說那什麼捷運防線 紅線的共産到路底的 還到林園的 這就是行政 台中 我說台中下來 台中捷運就是中港 台灣大道的捷運 台灣大道這條捷運 各位兩年前的其實可以寬恆 台中捷運南線為什麼 搞這些都要不去 連黑都要不黑 為什麼 因為盧秀彥籍2018年就任了 2018年的前瞻基礎建設通過 那時候我在做高雄局長 2018年的10月通過 前瞻基礎建設 台中那時候以算是980億元 要對台中火車流 進到台中港 那整個移下去經過很多區 土地 鎮腳都有 如瀟燕酒任後 跟我說八百幾天沒空 八百幾天沒空 在處理什麼事情 改車站改路線 那不用我再剛才說 大家討論有夠久的 各位基礎什麼政因戰 對 什麼台中間最好在山頂 提早轉彎 什麼叫三路火車站 白元幾百公斤 本來是要公共 他就叫做路線 好 現在你知道 以前送去 現在送去高郎部多少錢 1655億 多七百幾億 多七百幾億 多七百幾億高郎部 你也改遷一下 多七百幾億 你也說一下 你要不要台中市政府做什麼事情 台中市政府的報告換封面 再送去 內容都沒有改 內容沒有改 其實上方便改方便送去 跟台中市議員說 我們送報告消費在交通部 交通部說 怎麼都一樣東西 對啊 你們加這六七百億怎麼來 政因爭議什麼會改為 什麼 山井的山景 怎麼會提早轉彎 你怎麼改遷啊 為什麼不叫三路線 公斷你怎麼改遷啊 台中市政府不要改遷就是不要改遷 交通部再拿回去說 解釋 你們要解釋 跟這些委員解釋 跟交通部解釋 跟行政院解釋 不要改遷 所以來來回回 這樣捂下去 他還兩三年了 現在盧秀燕說 你看 都不給我們 都不給我們 我跟你講 你老師叫學生改報告 學生把封面換了 要交回來 老師會讓你過嗎 有人這樣嗎 然後你就說中央欺負台中 是你盧秀燕欺負台中 我們在台中捷運有一條綠線 要去中華那條也一樣 要去中華 只要去三四站過去 就進去中華市 中華人可以坐捷運 這次台中坐高鐵 可以坐一台 求你改 你也不要改 你也跟報告方命 你再送一台 求嘛 你就求高隆寶嘛 說高隆寶寶寶給你拿 你就跟議員說 你看 中央都欺負我們 你沒有人這樣做市長的 你知道嗎 你加一個台中的巨蛋 台中的巨蛋 本來六十五億 今天去流標 你現在增加幾億 增加到一百億 一百億表不出去 本來六十五億 你現在加到一百億表不出去 你又要繼續加 你整個加到一百五十億 加到兩百億好了 沒有人這樣處理事情 如果那個審計部有報告 跟交易部說一件 為什麼台中 有什麼全民運動館 可以申請的時候 為什麼台中都沒來申請 什麼殺戮區 物資區都可以申請 為什麼台中都沒來申請 海礁行政員說 你要去台中 叫他們來清洗 還有前瞻紀錄 就是有那種停車場 我這個局長的時候 清二十幾個停車場 清洗的 好 現在去了 現在交通報交路總局 還有存錢 還有法文台中心說 你們之前不是還有十幾個 二十幾個 什麼霧風的 什麼地方 你如果都沒來申 沒來申就是沒來申 他就沒來申 沒來申 所以你總會照嘛 人家其他館齊 旁邊在申 像我在屏東 人家屏東就申一堆 屏東本地要去停車場 他都沒錢 他們的停完基金就沒有了 屏東就散到要死 只要有全灘基礎建設 你看人家當工的停車場 蓋好了 屏東市的停車場 人家現在就用這條錢 在把這個城鄉插去揉到白 盧秀恩你就是不要處理這個 柯文哲也一樣 柯文哲今天說什麼 什麼捷運去玉山 什麼阿里山要去隔壁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 阿里山只有小火車 不然要說要去隔壁 你台北市 你也申請三百多萬的 全灘基礎建設 你也拿走了一百多億 台北市也是有 人身大改善這些 都是全灘的錢 我們早上有說過 那肥醉水庫原水管也是 你現在都說那些都不重要 你穿到的都不重要 你把人穿的都不重要 你穿的都最重要 你對他去中南部才會用錢嗎 我現在公開說 柯文哲你直接說 對一條 因為你今天說一句話很重要 你說 不敢講哪一條捷運不能蓋的 就是一個無能的政府 今天柯文哲公開說 柯文哲你現在告訴我 哪一條不能蓋的 現在各縣市在爭取的捷運現實 包括做可行性研究 包括台南在做可行性研究 做綜合規劃 包括高雄捷運 要從林園 去新園 去東港 你們去林邊 你們去打碰我們這條 敢不敢蓋 你說清楚 如果你認為不敢蓋 你就直接點名 哪一條不要做 不然你就不要講人家 是無能的政府 我可以補一下 對 是 比如說民生線 細紙民生線 對啊 到底該不該蓋 你是要問柯文哲是不是 對啊 他覺得 台北市啊 到底該不該嘛 柯文哲的意思 他覺得說會花太多錢 沒有辦法回本 會賠錢的他不蓋 可是柯文哲 我就要問你 你在2018年到2022年 你總共 我就講 中運量的文湖縣 你虧了12億 中和新爐縣 你虧了11億 松山新店線 你虧了6億 以上加起來 虧這麼多錢 我也沒有看到 你提出任何的改善計畫 既然這三條線 既然都虧 那你要不要覺得 這三條線乾脆廢掉算了 我自己是台北人 我或許會做到這三條線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應該對台灣 其他地方的人公平 台北已經有 這麼多的捷運線 我們現在的交通生活 是這麼方便 你有沒有想過 包括台中 包括新竹 包括高雄 包括屏東 很多人是等一班公車 都是等得非常辛苦 克文哲的最終的問題 他的中心思想 除了片以外 最大的問題就在 歧視別人 自己有啊 你憑什麼有 我有就好了 有什麼要給你 我最好再補充一下 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的軌道運輸 公共運輸 不是來賺錢 對啊 是為了縮短承鄉差距 為了多拉一個站過去 增加就可能變土地 那裡的人上班就方便 沒有人在用錢 用票箱收入 在計算捷運 該不該改了 柯文哲你那種觀念太老舊 你老是用台北在看天下 對不起其他關係的人 這件事情整個開端是在於 新北侯友宜對柯文哲開槍了 上個月的這個時候 他們新北捷運就說 柯正八年效率不髒 雙北捷運 難柯一夢 柯還是柯文哲的柯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次為什麼前瞻 高雄第一 新北第二 因為有乖乖去申請捷運 相關的這些補助 那台中為什麼都到後面 是因為這個藍線沒有過 那為什麼台北這麼後面 柯文哲自己沒有規劃 這不是我講的 是侯士福講的 結果像游淑慧這些藍營小雞 他竟然沒有幫自己的候選人 還跑去幫柯文哲 去挑動南北差距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過去高雄人承擔了 非常多工業上面的風險 管線 細胞等等 結果很多總公司都出在台北 在稅機計算上 錢就往台北那邊跑過去了 高雄就承擔這些 還有南遍北宋 這些都不要講 那現在一些比較親中的媒體 他就是講前政局港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用簡單的比喻就好了 他們說為什麼一開始三千萬 到後面的話 會變成了幾十億 問題是在於說 他們原本就覺得 這個就那麼舊了 以前都沒有辦法做 就像是一台貨車開了五六十年 他就想說不然我底盤換一換 輪胎換一換就算了 可是蘇貞昂看一看就覺得說 你一年三百億的這個產值呢 然後那些愚工 下船之後 連洗澡的地方都沒有 然後整個冷鏈運輸也都沒有做 不已試過把它做完 就是說你既然產值這麼高 一年三百億 那我花八十億給你一個大整修 我們可以做一個類比 日本之前是竹地市場對不對 後來是不是變豐州市場 我都沒有把它做一個類比 而且你把它整新之後 他還有觀光的考量 原本是純商業去那邊買魚 餐廳的一些老闆就買魚之後 回去做料理的 現在連的觀光客也可以去 他對於台灣來講 當然是非常有幫助 那盧秀燕他也想要趁這個 因為也是要轉移焦點 我很理解為什麼一川哥剛剛那麼生氣 因為如果林佳龍2018年贏的話 藍線已經蓋好了 藍線已經通車了 如果王毅川現在還是台中的交通局 這個局長 現在藍線在台中市民已經想做得到 這完完全全都有數據依據 我要給比較眼淡聽 第一個藍線的可行性研究 2018年10月3日核定 那時候交通局長王毅川 然後台中市政府什麼時候弄到 這個綜合規劃到2021年3月4號 就是剛剛講的800多天 我們做一個對比 這是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的對比是什麼 高雄是在2019年5月 還比較晚 2015年5月才開始做 可行性研究 弄完之後現在做綜合評估 結果綜合評估到了2020年3月 大概9個月後就做完了 所以我做了一個檢表 自己做了 你看一個藍線一個高雄黃線 高雄只花了9個月 就從可行性通過到綜合規劃 但是藍線的綜合規劃 到了29個月 而且經費還增加了65% 一直到1615億 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只一想 我終於想通了 因為高雄的這個黃線 是韓國瑜時期去做的 韓國瑜都沒有上班 就交給底下的人很專心的去做 沒有干擾站點的 沒有說我這個站 移到嚴加土地旁邊 我這個地方這邊移 所以這邊也很感謝 過去的韓市長 因為他沒有去干擾這些站體的規劃 讓依靠線路 很順利的在9個月之內 依照專業的公務員的規劃 就把它蓋好 台中為什麼到29個月 而且你說經費增加65% 我們知道原物料有漲 漲也是漲20% 漲到65% 沒有漲到65% 你為什麼漲那麼多 你又不講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因為卡在這地方 如果藍線沒有再改這些站點跟路線的話 他跟比照高雄我們來算 比照高雄也就是9個月之內就有機會通過 Cur Kawction Cu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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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onic